刺耳的空襲警報大作 以色列全境警戒 民眾从家中直接募集 飞弹就打在不远处 爆炸瞬间简直就像发生大地震 一连两次实在惊恐 正在台来为夫连线的CN记者也被吓到 都市夜景中所见的红色亮光抛物线 随时可能失控 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到飞弹的光点 越来越近不得不撤 台来为夫可以说是伊朗这一次报复攻击的靶心 秘密麻麻遍布全以色列的警报 看得出来伊朗出手凶狠 地面上以色列人民紧急找掩护 多达180枚的飞弹及火箭齐发 比之前的攻击规模大两倍 随后伊朗更公布了官方视角 好几枚飞弹排排站接连发射 伊朗官媒第一时间紧急插播 向全民宣告伊朗已经为真主党领袖 纳斯拉勒等重要成员之死来报复 终于可以向国内民意 还有盟友们有个交代 伊朗这一炸 加萨民众隔岸关火 欢呼叫好 伊拉克民众还上街游行 举国欢庆 伊朗等了近一周后的出手 到底算不算成功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全在第一时间赶到白宫战情室坐镇 美军是出动海军驱逐舰 与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联手阻挡 以色列领部分地区受榴弹碎片波及 有餐厅被炸毁以及发生零星火灾 除此之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第一时间强硬回呛伊朗走着桥 而伊朗革命卫队还骂以色列 要是再继续发疯 伊朗就继续打 美军情自显示 伊朗这次锁定的依旧是 以色列军情单位 尤其是瞄准最近几次任务 都帮以色列立功的摩萨德 就是伊朗轰炸点 而伊朗这波打击后 球又丢回到以色列这边 以色列还没还手 但是伊朗这一头加油战已经大排长龙 民众就怕到时候战乱无有可用 对于全面开战的恐惧焦虑悄悄蔓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这场辩论一如川赫辩论 也就是国外的几场战事 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 但不是美国选民最关切的 伊朗在星期二对以色列展开了报复行动 伊朗发射了将近200枚弹道飞弹袭击 但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又再一次的成功拦截 它跟美国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合作 拦截超过九成飞弹 另外分别击中以色列空军基地还有一所学校 伊朗的空袭并没有造成以色列严重伤亡 只有西岸一个巴勒斯坦人被碎片击中身亡 以色列近期已经削弱了伊朗在中东的代理势力 像是哈马斯还有真主党 因此对于伊朗的报复行动更一点都没有忌惮 在区域里面两大武力强权 现在正面对决剑拔奴章 中东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强 一号凌晨12点半左右 以色列发出全国空袭警报 伊朗发射将近200枚弹道飞弹袭击 天空仿佛下起流星雨 炮弹密密麻麻的落下 正在采访的记者也赶快找掩蔽 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与美国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合作 拦截超过九成的飞弹 其余分别击中以色列中部的空军基地 以及一所学校 以色列数百万居民躲进防空洞避难 攻击持续大约半个小时 一国在凌晨一点半左右解除警报 伊朗空袭为造成以色列民众伤亡 只有西岸一名巴勒斯坦人被炮弹碎片击中身亡 伊朗攻击前 以色列国防部显然已经接获情报 整日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伊朗国家电视台最后宣布空隙行动 还播放了发射飞弹的影片 伊朗宣称这一次的攻击是 算总账 报复以色列击杀伊朗代理势力的领导人和将领 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领袖 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的资深将领等 伊朗锁定以色列中部和南部三处军事基地 以及位于台拉维夫的Mossat情报总部攻击 早在今年四月 伊朗也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波报复空袭 当时伊朗事先知会了美国和以色列 但这一次却毫无预警 以色列遭袭后不久 加萨地区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以及伊朗民众都在大街上庆祝 不断高声欢呼 显示区域内穆斯林对以色列的仇恨已达废点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怒呛伊朗 将为这次空袭付出惨痛代价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支持以色列捍卫国家安全 但也忧心趋于两大武力强权剑拔弩张 中东战争一触即发 以色列上次对伊朗空袭的回击 在美国的劝阻下警示雷声大 雨点小并未造成严重伤亡 中东专家认为现在情势大不相同 以色列已经削弱了伊朗在中东的代理势力 加上美国影响力弱化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恐怕更无忌惮 前总理班奈特甚至呼吁政府 立即对伊朗的核设施展开攻击 以色列现在同时面对四个战线 加萨的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 叶门青年运动以及伊朗 就在伊朗空袭过后不久 以军宣布又成功袭击真主党 在贝鲁特的据点 一国地面部队也持续在离国境内扫荡 中东的战争与和平 以色列的下一步是关键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个